问在人间烦恼太多 很多人说我真不知怎么个活法 记住 佛法就是你生活的活法 大家听得懂吗 佛法就是你生活当中的活法 你只要用佛的法来到生活当中好好的活 你就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 能断烦恼破无名的智慧 你就是拥有菩萨的活法 有一天 我说的这一天 太长了 这个一天是在2500年之前 穆建联的弟子 穆建联是佛陀的弟子和阿难 大家知道佛陀有个弟子叫阿难 非常有智慧 他们两个的弟子学生 那个生呢不是学生的生 是生人的生叫学生 他们在一起呢 谈话 两个人呢 相约同生赞颂经辈 就是哎呀 这经好啊 这个经好 那个经好 看谁唱颂的最好 最妙 最圣 你知道过去啊 唱经啊 他都有道理的 那对不对啊 你看他唱经 那么 太长的嗓子好不好 你们看看西藏的密宗 为什么吹这种 它是一种庄严啦 你看他吹的西藏那种 像这种管子一样 喇叭东西 你看看过去 生堂 他为了使出他这个法情的 现在叫法情啊 过去就是这个 衙门的庄严 两边全部要 这是什么意思 听得懂吗 这叫给你一个下马威 先吓你一下 听得懂吗 所以一听到这种声音 前来告状的人 扑通跪着下来 青天大老爷呀 你救救我 回家 我告诉你 我以后你们年纪大了 在观音村 讲给你们听 这种传承下来的东西 很有意思的 全部都有道理 好吧 我们呢 把这个故事说下去 这个时候呢 他们两个人 在唱诵经碑的时候呢 就被其他的比丘看见了 比丘就是和尚 并把这件事情呢 去告诉了佛陀 当年呢 佛陀呢 一听到 马上就说 叫另外一个比丘 哎 你们去把这两位比丘给我找过来 结果呢 两个人过来了 见了佛陀之后 向佛陀请礼 然后呢 谢座之后 佛陀就问 你们是不是彼此要供颂经碑呢 比赛什么人最妙啊 两个人同声回答 是的 佛陀 佛陀开始道 难道你们没有听我曾经说过吗 如果比丘怀有胜负心 精尽真心 与外道繁治 有什么不同呢 佛陀的法 他有降服 也有教化 朱比丘 在受法的时候 一切的言行 要与经律相应 否则 自己都会起得尽正心 你又如何化岛群生呢 就是说 你自己有竞争心了 你怎么去开岛和教化别人呢 我告诉你 台长每星期三晚上 都是跟他们讲经文的 跟我的弟子都是讲经文的 以后呢 等你们修了稍微好一点 年纪大一点 在观音村里边 我帮你们讲经文 讲得来 你们保证都听得懂 我告诉你 我的一个弟子很好玩 我讲经文 把这个佛经给他们 都是中佛学的佛经给他们 我讲的时候 他们全部听得懂 等讲完之后呢 他们再拿出来看 想复习一下 什么都看不懂 你以为这么容易了 好好学呀 接下去 佛陀进一步开始到 读诵许多经辈 不一定是最好 比如 算牛头的数 自无半分毫 实在不是比丘 应该要学习的 佛继续说道 学到最重要的 是对所送习的法义 要奉行和实践 所以说 虽送千章经卷 不懂意义何在 不如听闻一句 而能奉行行道 虽送千言一礼 不能通达 不如确实 奉行一句好话 而可得到解脱呀 鼓掌的人有一半 没听懂 所以师父只能给你们稍加解释 就是说 你背的经文 所以为什么你们小房子的经文 有时候质量不好 你们太快了 你们以有的人念经念得快得了 连自己都不知道念到哪里 我们观音堂经常有我的弟子 坐在那里念经 录定了 录了昏城大定 醒过来之后要继续念 忘记了刚才念的是大悲咒还是心经了 我还有一个弟子很好玩 跪在拜殿前 前面放着礼佛大忏悔门 结果人趴在那里 睡着了 后面的人呢 等着他走掉之后 别人上来 一看这个人怎么念得这么认真啊 一遍礼佛大忏悔闻 台长念一念是五分钟到六分钟 他居然念了二十分钟还不起来 一拍他 他录定了 所以你们大家要记住 心经就是一个白话经文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叫你们看见我们现在这个有色世界 等到你眼睛一闭 全部都是空的 我们小时候真来的 要来的 抢来的 包括自己需求得来的 现在到哪里了 我们到人间来 连个身体都是借来的 走的时候 你身体也带不走 只能放在人间 放在这个地球上 走的时候离开的 就是你这个灵魂啊 所以色不就是空吗 但是你说它空 我们又实实在在 看见这么多的花呀 桌子啊 有色世界 这不就是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嘛 师父帮你们讲心经 我可以跟你们讲三个月 三个月讲完之后 你们保证还不懂 因为菩萨的经文 人是讲不清楚的 是靠你本性 内心的博性去理解的 所以师父把你们引进门 修心靠个人啊 佛陀 继续说 你看看 佛陀多可怜啊 一个小沙咪讲错了 佛陀就借机会 跟他好好地讲 所以你去看 自古以来 高僧大德 他们不怕厌烦 就不停地去教导啊 去讲啊 你看我们的佛陀 讲到现在还没停过呢 啊 佛陀说 百千必复为敌 一个有智慧的大丈夫 就能战胜 如果想战胜自己 你们今后要以正见为修行 什么叫正见呢 正见 就是正确的概念 什么叫正确 正确 就是对得起良心 有慈悲心 帮助别人 救度众生 让别人开悟 让别人发喜的人 这个人就是拥有了正见 佛陀 继续说 因此 比丘们啊 从今以后 你们不要有 征送圣赋心 当念 就是逆念 降福自信 一切众生 如果比丘 有 生颂 圣赋心 应该要以佛法 律意来对质 比丘 你们应当这样修行啊 这个总算听得懂了吧 还是听不懂啊 你看 还有很多人摇手 你叫我 你叫我怎么讲 还是弟子啊 卢台长 这个你们以后 出去的话 如果你觉得你回答不出 你就不要说是 卢台长的弟子 听得懂吗 你们说卢台长的弟子 一定要回答得出的 我告诉你们 很简单 就是说 我们跟别人有 争送心 就是争斗 和胜负心 所以不比 就不会烦恼 一比 人就比出烦恼出来了 一个很好看的小女孩 从小长大 天真可爱 在我们澳大利亚 等到18岁的时候 人家说你这么漂亮 应该去选美 结果去选美 被人家什么开后门啊 没有弄到啊 气得来 天天骂 这个孩子的心态就变了 最后变得越来越凶 人也变得不可爱 不天真 所以不能去比啊 一比就会伤到对方 所以学佛的人 不跟别人争 不跟别人比 那就叫随远自得呀 所以佛法的律意是什么 律就是戒律 戒律就是说 今天我不能去杀生 今天我不能说妄语 今天我不能骗别人 今天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那不就叫修行吗 什么叫修 修就是修理啊 修理头发 修理鞋子 修理你颗 这颗人间的贪心 这颗人间的称心 这颗人间的愚痴心 所以就要修你的心啊 佛陀讲完 比丘二人 听了佛陀的开示之后 立刻坐位起来 古时候文言文叫坐位 就是马上坐正 顶礼 顶礼佛族 就是他们跪在佛陀的脚下 所以你看我们的 这个佛法里边也有经常顶礼 顶礼是顶在自己师父的脚下 或者佛陀脚下 请求悔过 发愿 至今以后 绝不犯过 唯愿 佛陀慈悲 接受忏悔 接受忏悔 你们以为 佛陀不讲话了 佛陀接下来又讲 这叫尊尊教导 知识不倦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佛陀 因为佛陀今天来了 所以我一定要 好好地赞美我们的佛陀 佛陀继续说 在我的佛法中 最尊贵的法就是忏悔 改过 我接受你们爱人的悔过 佛陀转身 对朱比丘们说 这件事列 可作为大家 学习的依据 你们要谨记在心啊 好了 佛陀讲的这一段 结束了 师父继续跟你们讲 不争 不跟别人争 那是我们修行人的 最高美德 修行人 不跟别人争 我们不会生起 贪嗔痴的烦恼 我们要让无争的智慧 窒息他人的烦恼 我们唯有佛陀 以及阿罗汉 才有这种修行的功夫 这也是其他友情 所不能及的 殊胜功德力 就是告诉你们 因为当你能够 不争天下事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阿罗汉的果 和菩萨的境界 这就是师父经常跟你们讲的 不争人间天下事 是看天上 谁能行 有本事 我们在天上见 在人间 争的名 争的力 都会没有 有什么用 我经常讲的一句话 凯撒大帝 当年征服了欧洲 非洲和亚洲 称为大帝 他跟下面随从的人讲 我死的时候 你把我两个手 放在棺材的外面 四者就问他 为什么 他就告诉他们 因为 我要让全世界 自以为能够征服 这个世界的人 看一看 我凯撒大帝 离开这个世界 也是两手空空啊 金刚金云 云听得懂吗 你们这些弟子云 听得懂吗 就是天上那个云啊 逗你们玩呢 云就是说 金刚金云 佛说我得无争三昧 听得懂吗 我如果得到了 不跟别人无争的三昧 三昧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心神平静 那是一种智慧 人中最为第一 就是说不跟别人争 那是我们做人当中的第一 是第一 离遇阿罗汉 什么意思啊 就是自己高境界的修行 那就叫阿罗汉 离遇 就是离开了人间的欲望 指的就是在佛地子当中 最能通达 通信 意理的 虚菩提 就这句话 讲给你们听 就是说 在佛地子当中 最能够通达 就是最能够掌握 这个能够贯通和掌握 佛的意理的 就是一切皆空的 佛里的人 他 虚菩提 虚菩提是什么呢 就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 这个虚菩提 在佛的地子当中 是最具有智慧的 回到2500年前后的今天 师父说 今天你们跟着师父学佛法 弘扬中华文化 学习佛教精髓 你们就是最有智慧的弟子